我们继续来看 讲到 如实正观 无我无我所 而彼者生意义乎如是 罗罗如是知如是见 我此事生及外一切相 外一切相就是 这个六成敬 那么眼耳彼者生意所对的色身香味 此处吧 那这个四身基本上就是六四身 六四身怎么来的呢 当然就是六根对六成 那么产生了别 那么这个是在眼 眼所对的境界 色尘上其了别 叫做眼四身 那六四身都是这样 所以这个其实就是跟成事 跟成事的 所产生的 我所 我所就是受想师 基本上跟成事所产生的受想师 就像前面一样 跟成事和合生 处 处聚生受想师 受想师就是我所 那么我慢 就是以有这个我 为细的这个我慢 那么死 烦恼 这些 就是说你这个我 我见我爱的这些烦恼 那么能够细着不生 能够不生 细着就是你 畏着了 你被他束缚了 我们刚才讲 其实真正让我们不自在的是烦恼 那我们有时候 一般人不知道 以为就是佛陀的限制 规定 戒律 会让我们不自在 其实真正让你不自在的是烦恼 你唯有去除断除一切烦恼 你才能得大自在 那在没有断除烦恼之前 你必须调伏烦恼 你才能够有稍微的自在 那么还没调伏烦恼 你必须控制烦恼 你才不会因为这个烦恼 造作的烦恼 那么烦成所受报 你会得到这个烦的束缚 所以这个其实是佛法是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 所以这里讲 我此四身即外一切相 那么四身是六四身 那四身怎么来的 四怎么来的 跟成而合而来的 跟就是六根略六成 就是内六处外六处 然后四 就六四身 然后六处身 然后六受身 然后六爱身 然后如果再加上六想六思 其实就八个了 那基本上 这个就是我们所谓六六法 那么即外一切相 外一切相就是六成 所对的六成相 那么我我所 这个是我 这个是我亦我相在 这个我 那么有我而有的我所 如果以色为我 受想行事就是我所 那一般来讲 也可以说是这个心所 心心所 我慢死 死是烦恼 戏卓不生 就在烦恼 烦恼拦拙 那么你不会有这个烦恼 如果你真正的正到无我 那我们刚才讲的方法就是说 当你在思维无我的时候 烦恼虽然有 但是它不会增长 它 比如说你 比如说你 你现在因为这个境界 起称心了 那么你感觉到被伤害 被骂了 那你当你在思维 这个问题的时候 它不会增长 你会发现到称心 但是那个称心 因为你没有发现的时候 它就越来越想 越去越来越行 它才会增长 所以当你有觉察烦恼的时候 那个时候 就是已经先让烦恼 不顺势增长 不顺着 因为你正在想的时候 正在做如理思维的时候 那个烦恼 其实是暂时停止作用的 就好像你没有加油 停下来想 或是慢慢开的时候 那个没有那么快 一样 所以你常常养成这种习惯 一遇到境界 你就在想 从缘起想 从无常想 从无我想 其实这三个方向 从缘起 从 它为什么会这么生气 它这个生气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是它今天 昨天睡不好吗 还是今天早上 它家里有什么事吗 还是怎么样 反正不知道 因为它一定有原因 它突然这样 它一定有原因 那是不是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 我只是它的一个境界而已 我只是它的一面镜子而已 所以你这样想的话 其实是 你不会跟它相依 你不会跟烦恼相依 那很多时候 有时候我们 每一个人都有它的盲点 跟它的弱点 就是 你刚好很在意那件事 你非常在意的点 或是你曾经受伤过的点 那个就是敏感点 容易反应的点 这个时候 它刚好踏在你那个点上 你就会非常大的反应 这个时候 因为每一个人都有这个点 大概 有的人有好几个点 比如说 他的儿子 是他的那个 缺弱的点 然后他们不喜欢 别人说到他儿子 或是他的爸爸 他的妈妈 也许他小时候受过伤害 尤其是因为爱别离 尤其是因为应证位 不管 我们就有那个点 但有些人没有 那个就比较厉害 那个就是他的善业跟善缘好 但是大多数的人都是有的 我发现 大多数的人都是有 就是有藏在内心的 那个比较脆弱的点 就好像那个 虽然武功很好 但是他就是有那个 有那个死穴 就会有这种 那我们是比较容易烦恼的人 就全身都是烦恼穴 就随便点一点 他就起烦恼了 他随便点他都起烦恼了 但是比较厉害的人 偶偶也会有一两个死穴 也会这样 你说像那个金屁蜂 那么厉害 有没有 他的死穴就是什么 明文立扬 那共养 给他一个檀香座 陈香波 那个都他的死穴 有些人我也有 但是 比较不容易起撑的人 他有时候谈 就有些人 特别喜欢陈香 给他一尊 百年难得一见的陈香佛像 那个就是他的死穴 所以我有时候我们要看 但是这种已经算很厉害了 平常他不会怎么样 或是说 就是说你常常要看见 从粗的开始看 然后再看到那个神系隐藏的 不容易现行的 但是如果你忽然之间 平常都 一个平常非常 脾气非常好的人 那平常也不太 忽然之间很生气 那就表示 他非常非常在意那个点 或者是 他压抑了一阵子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 不再压抑了 忽然放出来 大概就是这两个原因而已 或是他那个是 他的一个死穴 或是他压抑到 压抑到现在压抑不住了 那么他忽然之间爆发的 那也会这样 所以他并不是真正在意那个点 只是累积下来他受不了 那就是你平常的烦恼没有处理 都是累积累积累积 你以为忍耐就没事 以前我也这样 觉得说 算了 就是说 忍一下 算了 以后不要再跟那个人交往就好 但是你不知道 这个算了 没有真正算了 这个人 然后那那个人 然后再那个人 然后再那个人 你每一次会累积起来 虽然不是同一个人 如果同一个人 累积得更快 如果不是 还是会累积起来 你会觉得 怎么每一个人都欺负我 那到第十个人 尤其他第一次 你就受不了了 你就发泄在他身上 那个就是你没有处理 你会觉得 算了 过去就好了 过去没有好 你心里没有伤痕 所以你要处理掉 你要想一想 我为什么要为这件事难过 为什么要为这个人难过 错的是他又不是我 我为什么要为他的错买单 为什么要因为他的错 而让我受伤 你好好想清楚 你就觉得 没有意义 那么 如果我有能力 我应该好好 展展自己 有能力 依他 曾经伤害我的因缘 我可以利益他 如果没有 那么我也不再受他伤害 比如说 你自己要有这样的想法 那么这样你才真正有办法 不再一直在烦恼里面 但是你要很清楚 看到这些东西 你第一个就是 那个觉察力要够 所以平常 叫你观呼吸 叫你念佛 都是培养你那个觉察力的 你想想 平常我们哪里会注意到我们的呼吸 平常就在发生的事 你没有注意到 现在叫你观呼吸 你会发现 呼吸长呼吸短 你不要控制他 你就观察他 平常我们现在你在想什么 遇到什么 经济有什么反应 你哪里会去观察他 你哪里会去注意他 所以它是培养你心的专注力 跟觉察力 那你这个觉察力必须用到六根对六成的境界栏 因为它的重点不在于你可以看到呼吸 重点在你的心专注有力量 你可以有智慧 看见你的烦恼 有智慧 看见无我 思维无我 它是重点在这里 不是说你看呼吸 看呼吸会怎么样 那呼吸就呼吸 问题是要培养你心的专注能力 这是正念政治 培养你心的专注能力跟观察能力 其实就是指跟观 妄想调举 跟无名昏尘 昏尘这些 重点就是 昏尘跟调举 让你的心没有力量 调举就是六根攀缘六成 就是这里讲的 沿着彼者之恩怡 对色彼者相会出 心不断的了别 六四生 然后有受 想 失 就这样 就开始六四生 然后对面六处 外六处 然后就是事了别之后 然后开始种种的感受 情感作用 种种的认识 印象 认识作用 那么种种的想法 种种的思维 这个意志作用 然后就开始造作 推动身口 其实这是一气呵成的 自然而然的 那你从来也没有怀疑过 我为什么要这么想 那被骂 被骂很痛苦 不是应该的吗 那么被伤害会伤心 不是应该的吗 谁告诉你 没有啊 那么所以 你从来没有这样想过 所以现在 你为什么不这么想 因为那个心动得太快了 你自然而然的 就是伤心 就是哭 就是不甘愿 就在这里 躲在墙角 或是拿着麦克风讲 都一样 就是到处跟你讲 谁谁谁 对我怎么样 或是关在心里面 自己躲在墙角哭 反正 这一阶你都变成习惯 你从来没有好好想一想 我为什么要这样 所以现在透过 比如说你念佛 让你的心 专注在所缘上 让你的心安定 它不会掉举嘛 不会攀岩六根六成 因为你的心这样都散乱 散乱没有力量 或是昏沉也没有力量 你就习惯发呆 习惯昏沉 但没有产生什么力量 暗暗的 所以你现在把这两个去掉 就是你透过你很专注的观察 也许走路也可以 行住坐卧也可以 一般四年处就是训练这个东西 那四年处第一个 比较对自信的就是观身不见 然后再来就是观呼吸 再来就是观行住坐卧 观你的这些 你走路知道你在走路 你坐下来知道你在坐下来 现在我在讲筋 我知道我在讲筋 你在听筋 你知道你在听筋 就这样 你起来 你的心不散乱 基本上就做这个训练而已 然后进一步 你有觉察的 你在观受 有没有 受想行 这个新手在观这个受 然后我为什么会有这种受 然后受接下来就是想 种种想 然后你种种的意志 然后你这个心更细了 观到新手 这里 然后观到新手 观到新手之后 你再从根本上去观 观什么 无常无我 所以四年处 它就是这个次第 基本上也不是我们想象中那么难 好像很深奥很玄奥 不是 好像一定要到某一个阶段 才能修的 不是不是 你就是平常 你就是这样提醒自己 然后就是宣扬成那个觉察的心 那平常你也可以观呼吸 你不一定要 佛堂的时候可以观呼吸 你坐下来你就可以观了 但是观呼吸 重点是要觉察你的信念 训练你的心专注 所以你如果可以心专注的话 你就不用透过观呼吸 你的心本来 接下来就很专注 你就观这个身 观这个心锁 观这个心 就观这个无我 就是我为什么 我现在起烦恼了 我马上知道 我马上知道 我为什么要起这个烦恼 我为什么会起这个烦恼 我为什么要起这个烦恼 我为什么会起这个烦恼 我要如何我才不受 那个烦恼 这个烦恼对我有什么过患 就是说我有这个烦恼 我会怎么样 我会忧郁 我会不安 我会害怕 我会恐惧 我会不甘愿 反正这些 这些对我都是一种伤害 真正伤害的人 不是骂我的人 他顶多只伤害我一次 只伤害我短暂的时间 真正伤害我自己的是我自己 他骂了我五分钟 我回来痛苦了三个月 真正是你自己伤害 你自己比较久 对不对 所以这种东西 我会叫做第二支箭 你一定要有觉察的心 你才不会受这个习惯的牵运 那是一种习惯 你不知不觉 不知不觉就这样想 不知不觉就这样哀怨 不知不觉就这样受苦 就这样 你都是不知不觉 所以无名所赋 爱解所戏 长夜轮回 不知苦之本尽 讲的就是这个东西 远一点当然是解脱 近一点就是 现在这个烦恼 一条小绳子就绑住你了 那个生死的绳 那就跟不用讲了 可是那个生死的绳 都是小小的绳子 结合起来的 那你现在稍微 稍微一个小问题 你就嵌在里面 你稍微一个小坑 你跌在里面 你就起不来 那你那个大坑 你还能起得来吗 但是你自己不小心的 你路上有一个石头 那你一面看手机 一面走 踢到石头 痛得要死 你开始很生气 又踢石头 踢得更痛 然后又骂石头 又不甘愿 到底是谁 把石头放在这里的 没有意义 但是我们都做这顿事 我们都做这顿事 所以你就说 哎呀 我怎么这么不小心 我为什么会踢到石头呢 就是我没有注意嘛 那我为什么踢到石头 我还踢它呢 因为我就生气 习惯了 你不知道它是石头 它不会痛 你会痛的吗 那你不知道 你不会想那么多 但是我们就习惯这样 我们面对境界 常常在境界里面 第一开始是境界 让我们受害 之后就是 我们一直在境界里面 自我伤害 那这个其实归根就结 都是你没有觉察的原因 所以我还叫未患你嘛 你直取在哪个地方 你陷在哪一个坑里面 无名坑 邪见坑 或境界坑里面 或是贪 或是撑 或是爱 或是种种的坑里面 你起不来 那这个是你 你现在我们就是 我们要了解 那么所有的坑都能够起来 那么你掉一次 掉一次 那个就是不小心 掉两次 那个就是没有注意 掉三次 那个就是你自己故意的 你不愿意嘛 你就习惯这样 这也没关系 不可以 不可以 就是学佛它最重要 佛就是觉者 念念觉 我们没有办法念念觉 但是至少要怎么样 在需要觉照的时候 就常常训练 就训练自己觉照 觉照 那一有苦的时候 一有苦的时候 你就要从缘起去思维 从无常去思维 从无我去思维 那么慢慢 你用思维力 因为智慧 智慧的力量 就是不起烦恼 再退一步 就是可以调伏烦恼 再退一步 就是可以控制烦恼 最差最差 它也能觉察烦恼 所以你 你一定要常常培养这种心 那很重要 其实这个讲的 这个是前面也有 我们先把讲完再来看前面 所以你看它这里 如是知如是见 我此六事生 及万一切相 我我所谩 细着不生 就不会有烦恼 绑住你 细着就是绑住你 困 就是我们说坐简置符 你不会一直烦恼 捆到自己 你都喘不过去了 罗后罗如是比丘 月于恶 离诸相 即灭解脱 罗后罗如是比丘 断诸爱欲 转去诸解 内六处外六处 主要是这两个 好 那这个我们可以看哪里 它其实后面一样 它有一些小差别 看五蕴的八十五月 八十五月 八十五月 八十五月五蕴的三十经也一样 但差别在哪里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八十五月三十经 一样 那么佛根罗后罗讲 不过法根 法言 法依 这个翻作 法主为导为父 那其实是一样的 因为范文印一样的 只是翻的人 他前面这样 后面那样翻 只是这样 其他的都是一样 你看这里就讲 地听 地听 善师念之 有没有 那四十九经是讲 那么 这个 这个地听 当未奴缩 那这里就讲 地听 地听 善师念之 那其实是一样的 好 那后面 后面就是 他讲 超越疑心 远离诸相 极尽解脱 好 那这个是六路处里面的 那一样 观察无我 过去现在 未来内外豪丑出席远近 好 我们再 翻回来 那他说 五十到五十六 跟上面的一样 如是内路 内六路 外六路也是这样 乃至益处与远生 瘦 六瘦生 六想生 六思生 六畜生 六爱生 都一样 那这 基本上 好 那这个是六路处里面 跟五印一样的 在五十到五十六经 好 再翻过 我们再看 这个五十七经 再看五十七经 他说有这么一天 佛在 齐远金色 那么这个时候 罗霍罗 这里都是罗霍罗 比较多 罗霍罗是 佛回乡神圈的时候 那么把他带去出家的 就是 那时候罗霍罗年纪还很小 把他带去出家 他是第一个沙咪 所以这个经 假设为罗霍罗讲的话 都是六年之后了 六年之后 好 那当然 齐远金色 也是大概在 第四年以后才有的 应该是第四年 舍利佛 目见脸之后才有的 好 那他说 善哉 世尊为我说法 你看 这习惯都是这样讲 请世尊为我说法 那我文法后 独一尽处 专精思维 不放异处 不放异处 独一尽处 专精思维 不放异处 不放异处 以 如是思维 所以族性子 剔除虚法 正性出家 正性非家 那么出家学道 修持犯恨 见法自知自作证 我身已尽犯恨以利 所做以作 自知不受 后有 那这个是从他 所以要来听法 是为了要解脱 那么出家 也是为了要解脱 所以他正性非家 就知道要出家了 那么这个 这个 剔除虚法 那么这个是出家所要 着家杀 一剔除虚法 这个都是家杀的 外界的形象 所以他出家学道 修持犯恨 就是内在的修行 犯恨其实就是 清净恨 犯恨是清净恨 那么 因为这样 出家学道 修持犯恨 所以 他能够得解脱 见法自知自作证 我身已尽犯 这个叫做解脱之间 自知自作证 好 这个时候 世尊观察 罗后罗先 解脱会未成熟 所以 这个解脱会 就是无漏会 他能够 你必须要有无漏会 你才能得解脱 那我们说 无漏会必须要有 至少 那么 如果是会解脱的话 那 要一段尽烦恼的智慧来讲 那么必须要有 刹那店 或者是 未到地店 如果是 具解脱的话 那么 他必须要有 七一店 那基本上是 这样的说法 就是心必须保着在 相当的程度的专注里面 即使是一刹那 那么如果你 一店光店 就是刹那店 得解脱 那个是会很厉害 会很强 那大部分的人 基本上要在根本店上 他的会 他的有漏会 才能转为无漏会 通常是这样 那当然 那还有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就是他的素适会 就是他过去 他过去 聚生会 他与生 就是他这一生之前 这一生 你的文师修是加行会 加工用行来的 那有的人 有用功 有的人不用功 但是 还要取决于 你过去生 带来的智慧 像我们这一生 有用功的话 那么如果 如果我们下一生 那个 我们带来的智慧 从佛法中 学习的这些智慧 那并不会 并不会说 重新再来一次 不会 我们带着我们的业 我们的习惯 我们习惯的想法 就是智慧来 那这个时候 那么 就算你学佛比人家晚 你体会也比别人多 为什么 因为学佛是因缘的问题 智慧是 你在佛法中 所认知的 所体会的东西 它不会就失去 就算你有隔音之谜 你的智慧也不会 也不会被附障 也不会 当然你的业 可能会让你的智慧 生不出来 你的烦恼会让你的智慧 原有的智慧 没有办法展现 我们叫做潜能 但是就是说 你能不能很快得解脱 或是正得什么解脱 跟你 跟你过去一生 所修学 所累积的智慧 以及这一生所加工用型的智慧 结合有关系 有的人以前修得多 就好像你在台湾 已经读了五年的英文 然后再去美国补习班 一年你就大概知道 那你在台湾都没有读 你去美国就要从ABC开始读 你就要读十年 大概是这样 那就不一样 所以你过去生也是一样 所以这里他就观察 这个罗霍罗 还没有得解脱会 就是那个没有成熟 那一般我们叫做善根成熟 善根是无汤无辰无辞 或叫做性进念定会 那个会还没有成熟 所以像我们 为什么刚才讲 要常常这样观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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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要培养 那个无常无我缘起的会 你不是偶尔听见才想 偶尔无聊才想 不是啊 会有没有作用 就是在境界上 你会不会生起观照 那么因为你没有那种习惯 所以叫你修定 专心去观照 让你印象深刻 那你印象深刻 它当然你有能力的话 你在定中发挥 你就可以断烦恼 但是你这种会更要成熟 就是你要硕硕思维 我们说无漏会的一个重点 在思维 我们叫思维修 思维修嘛 禅定尽力就是思维修 它不是心专注 那你如果是这样 那非想非非想最专注 它怎么不得会 它反而障碍 所以它的重点在思维 思维修 静律是思维修 那所以 那修有所谓的 静中修跟动中修 那静中修 当然你在定中观照 那动中修就是 你在日常生活的境界里面 你就会起观照 那你培养这个 你善根容易成熟 真的 如若会容易成熟 那你要有信心 佛法就是这么讲的啊 所以 平常就是要常常觉察 然后让自己 如理思维 专精思维 硕硕思维 那你能够专精就是 理那一些烦恼 你不现前嘛 你才能专精思维嘛 那你的证件 你具足 你才能如理思维嘛 那所以 那之后就是 就是习惯的问题啊 你有没有善巧的问题 就是你有没有熟练的问题嘛 所以我们说 第一个就是适合嘛 第一个是正确 要如理思维 第二个就是适合你 每一个人修的方法不一样 有的人 从六路处 有的人从五月 有的人从缘起 有的人从六见 修禅定也有很多种方法 有的人观呼吸容易 有的人观想容易 观佛像容易 各式各样的方法 有的人观青片 有的人观白片 有的人持心观容易 这个就是 你要找到一个你适合的 正确 正确是最重要 你要如理思维 然后适合 然后之后就怎么样 要纯熟 要长长练 要素素思维 那要有力量 心要有力量 要专精 不受影响 就好像你进阶来的时候 你也是要受影响 不管他后面一直骂什么 骂什么 你就 因为你已经发现到 问题了 他的烦恼 那有没有隐身我的烦恼 那如果你在这个地方 那后面他怎么骂怎么骂 那个都不会 都不会烦恼到你啊 你不会仔细听在骂什么 不会 因为这个跟我无相关 你只是说 这个人这么生气 那内在一定有很巨大的忧患苦恼 他一定会有什么东西 烦恼限制住他 或是他的苦 让他不得已做这样 他不是无病生严 他是有病在呼喊 那基本上是这样 你会从这个角度去想 这个时候你是不会起烦恼的 真的 不管发生什么事 你自己是当事者 或你不是当事者 你看到两个人在那边吵架 吵得不可开支 你也会做观察 所以观察到最后 你看太阳这么大 灰花落叶 你都会做观察 那么养成习惯 你那种无常无我 缘起的心就会非常深刻 那个其实就是 你的无肉会慢慢会成熟 因为无肉就是知道无常无我 知道缘起而已啊 那你真的要这样讲 不然你不是 你就这样 你就这样 研究这些其实意义不大 意义不大 因为他也没有办法让你 也就是让你增加知识而已 佛法不是要让你增加知识的 佛法的知识 是要让你转成智慧的 所以我一直 就讲这个叫做转世成智 太子烦恼 他是要让你成 这些所有的知识 你所学到的不过就是知识 知识你要会用 他才能转成智慧 有没有转成智慧 就是很简单 你平常没有境界的时候 你会不会因为过去未来起烦恼 那么有境界的时候 你会不会因为现在的境界起烦恼 那烦恼是什么 很简单 比较从负面的来讲 你会感到害怕 恐惧 忧虑 不安 愤怒 嫉妒 这些 那比较好的方面来讲 你很喜欢 你很快乐 你很贪爱 但这一部分我们比较不以为一样 因为快乐正好 欢喜正好 这个东西真好吃 不知不觉就吃了好几碗 那么觉得 我下次一定要再来吃 太好吃了 那么这个音乐真好听 此音只音天上有 人间难得几回吻 这一定要常常放来听 你就在那个 其实就是五欲境界 那你这个比较 一般人在热的境界 比较不会觉察 苦的境界比较会 所以苦容易入道就是这样 所以有时候 我有一阵子常常受苦 我就会觉得 难道是为了让我赶快 得解脱所以让我受这么多苦吗 有时候会自己鼓励自己 所以常常以前就会觉得 天将降大了你一师人眼 必先劳其筋骨 恶其体肤 控华其身 行武乱其手 那为什么 争议其手不能 其实有时候我就觉得 要自己鼓励自己 不管它是夜报也好 但是其实你确实因为这个苦 你的思考变得很深沉 这是事实 因为你在快乐中不会思考 所以天人为什么那么难以解脱 他听的佛法也很多 他是因为修学佛法才升天的 可是一旦升天了 他在热中 他在热中不容易 所以人为什么容易修 他也不会太热 但是也不会太苦 太快乐 那也不会太痛苦 太痛苦也没办法 太痛苦了真的也没办法 他太快乐也难以升起道歉 所以人有一点苦不是好 不是坏事 人有一点苦不是坏事 有一点点 有一点点委屈 有一点点障碍 也不是坏事 但是不要太多障碍 也不要太多苦 但是你能够 就是说 你能够很深刻地去思考这些现象 然后又学习佛法就更容易 他有一个正确的方向 好 所以他这里讲 你看他就佛陀 佛陀通常都会观察 善根成熟的 你不去找他 他也会去找你 善根成熟的 他去度三家社就这样 然后他去度成东老母也这样 成东老母上根成熟 可是他度不动 虽然他有善根 但是佛陀跟他没有善缘 所以后来我就会觉得说 因为我们要想要教育一个人 或是想要帮助一个人 我们会考量 我们的善巧是不是不过 或是他有没有那个夫人的善根 因为有没有就是听了他接受不接受 或是说他有没有耗耀佛法 那他虽然耗耀佛法 但是你听着他就是不愿意 那个就是你跟他没有善缘 所以要帮助一个人 不管是你的爸爸 你的妈妈 你的先生 你的太太 你的父母 那么你 第一个 你跟他一定要有善缘 你跟他没有善缘 你叫他往东 他偏偏要往西 虽然知道往西是不对的 他也偏偏要往西 就会这样 那这个时候你不要强迫他 因为你越强迫他 他离你越远 虽然他也知道 是错的 可是他就是要错给你看 真的 这个是很常见的 第二个就是说 他有没有善根 没有善根 你也不要强迫 要先让他种善根 就是 那最初的善根就是 信 相信佛法 那你要让他相信佛法 要先跟佛法有缘 他本来就不信 那不信怎么办 那你先跟他有一些 就让他跟佛法有一些 基本的因缘 比如说 你要善课 那么 就算你自己可以来 叫他带你来 那这个就是因为 你来善课得到的智慧 有一部分是他成全你的 那么 基本上他就比较能够 因你的智慧成熟 然后他受你影响 那 比如说 你护国士 要做什么 那么 让他 就不用出太多 出一百块两百块 然后 那 这样他就跟 佛教有这个因缘 因为不多嘛 多他就不要了 然后 那 就是类似 你这样让他先结这个 跟佛教 结这个法源 那 都是这样 慢慢来慢慢来的 那你也急不得 那有一些 这一生只是 种善根 结善源而已 还没有办法做什么 但是 佛法是很长远的事 你也不要急着说 这一生就 要让他成就 要让他改变 不需要 先让他不讨厌佛教 那么 也不讨厌佛法 从这里开始 然后跟佛法有一些 若断 若理的 若极的因缘 那就是 他也不会很好要 但是因为你的因缘 他也多多少少 多多少少 有稍微做一点帮助 就会这样 就渐渐渐渐这样 那这样 因缘成熟的 其实 你不找他 他会找你 真的 有时候会这样 他自然而然就会成熟 那佛法是讲缘起的 所以一切要看因缘 就是 那没有的话 就是要种因缘 种下那个善根善缘 那慢慢来 也不用急 那你有那个心 那一定有因缘 那么就让他 比如说 让他帮一点忙怎么样 他不是要帮佛教的忙 他是要帮你的忙 但是因为你跟佛教有因缘 所以他又有牵远 那这个慢慢慢慢 他 有可能 他过去的缘显现了 就容易 如果没有 那么 这样的因缘 等待过去 他会渐渐渐游 其实是这样 那这个也是我们要从 缘起的角度上去看 不然我们就会很急 真的这么好 你为什么不信 然后你强迫他 你强迫他 维持不了多久 维持不了多久 像有些人要受五戒 然后 因为他太太是很虔诚的佛教徒 然后他比较不是那么信的话 然后他要来受五戒 我就会觉得 你不是不信佛法 你为什么要受五戒 他说 因为我太太叫我来受 我说那不要 五戒事你要自己愿意 你自己愿意受你再来 那当然他太太也是希望 因为他这样跟佛教绝缘 但是绝缘是一回事 那你发愿 你自己的意愿了 但是他也不是自己不愿意受 只是说 有可能就是他 还不是那么很乐意 因为如果你不相信 如果你不相信佛法 那么你当然不可能 接受佛法的一些说法 但是因为他的先生 或他的太太 或他的儿子 他是配合 那这个其实就是 他会不会因佛法而得度 来在于你 那么你的能力增强了 你的智慧多了 你影响他 因为明显你可以影响他 明显你可以影响他 所以这种因缘 他能不能得度 不在于佛 在于你 所以为什么我们叫做 回向去就是这样 我自己增长能力之后 我有能力的时候 我可以帮助 跟我有姻缘的人 所以佛法一切众生 都是依缘得度 不是依佛得度 不是 佛也度不了全东老母 阿难去了 他马上欢喜了 就依阿难得度了 所以他是善根成熟 他自己有善根 他自己有善根 就比较快 他没有善根 所以佛说 没有善根的仲价善根 那仲价善根就是 未来得度姻缘 那我们要利益 我们的眷属也是这样 也不用急 你只要 第一个 确保你自己 确保你自己 一直往上 有能力 他再来的时候 二十年后 他再见到你 你的父母往生了 或是五十年后 五十年后往生了 那么他再来见到你 你有没有能力影响他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你自己是不是站在 可以影响他的立场上 那么现在你能影响他是因为 他是你太太 或是他是你先生 他是你儿子 他是你父母 他为了照顾你 为了配合你 这个影响还不是真正内心的 可是在五十年后 你们在 因为有缘就会在见面 再见的时候 那个时候影响他是因为 他恭敬你 因为你跟他有缘 他看到你 他不但是喜欢你 他还恭敬你 他还尊敬你 他相信你 他从你的表现 从你的智慧 从你的行为 从你的态度里面 他相信你 这个时候 你的影响他 才是真正的影响 你就能够度化他 所以你常常要让自己 就是说 你想帮助谁 你想度化谁 你最喜欢的谁 希望他学佛 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 你把自己提升到一个水准以上 现在你就会影响他 不知不觉的影响 到后来 下辈子再来的时候 或是某一辈子再来的时候 你对他的影响 你对他的重要 就在一个很 比较深的程度上 那这个时候 你就是度化他 所以冤亲在主 他是 我们比较 比较能够影响我们的人 以及我们比较能够影响的人 有恩的 有仇的 讨债的 还债的 就是在你周围 比较能够影响你的人 或是 比较受你影响的人 这个 基本上就叫做 冤亲在主 那么我们要度化 冤亲在主 基本上就是 你有能力 你站在这里 你就影响你周围的人 你只要站出来 你就像一张灯 哪里有黑暗 你到哪里 哪里就冠冥 你就像一瓶香水 你到哪里 哪里的臭气就不见 你就像一块沉香 你挂在哪里 哪里就有香味 那你是要渐渐 把自己训练到这个样子 当然一开始不行 一开始 偶偶有香味 偶有臭味 偶有光 偶有黑暗 但是慢慢慢慢 这个时候 你所谓的回向 才能产生力量 愿以此功德 那你有什么功德 你有功德 你有光明 愿以此功德 普及一切 或是回向给我 谁谁谁谁 并不是你诵经 念佛你就有功德 不是 功德是你内在的作用 你这个人本身 所具有的殊胜 那么这个殊胜 在你周围的人 很明显的就感受到 所以你能度化的 都是你有缘的人 所以未成佛道 先解人缘 为什么 因为要度中生 你要累积那个福德智慧 所以你跟你有缘的人越多 你的能力越强 你能度化的人就越多 其实是这样的 那我们其实学习佛法 先让我们有智慧 然后从真正的智慧里面 升起慈悲 再从真正的慈悲 理解一些众生 然后又升起智慧 因为你真正的慈悲 就是想帮助他 可是你心有余力不足 我想帮助他 帮助不了他 很多的原因都是因为 你没有智慧 你根本给他的东西 他不受用 或是你没有善巧 所以善巧度众生的智慧 叫做方便智 那么如实之事实实相 的智慧叫做般若智 其实是这样 所以你菩萨他基本上要利益众生 他第一个你自己本身 所以有三心 菩提心 大悲心 然后无所得心 你自己本身要真正理解佛法的智慧 你给他的佛法 不能让他得到所有 不能让众生得到真实利益 那么就算你有 但是你没有那个心 那也没办法 所以要有大悲心 那么你就算有那个智慧 但是你没有愿意 那个心 那一样也没办法 很多阿老汉也这样 那度众生有一点累 众生刚强蓝条 他就不愿意 那能可以度就度 不用度就算了 但菩萨不是 所以就好像 这个人可以帮就帮 不能帮就算了 可是如果他是你的爸爸 他是你的妈妈 他是你的儿子 你不能说 不能帮就算了 不是你要帮到底 所以就是 所以叫做 如母如子的心 好 那这个是佛法里面说的 好 那你还要有善巧 就是你要知道 这个因缘在哪里 问题在哪里 你要习惯 发现问题在哪里 然后你要有解决 问题的能力跟善巧 那这些都是从平常里面 训练者来的 那你不会一下子都获得 不会 这是累积来的 善巧也是学习来的 善根也是累积来的 不起烦恼的能力 不是说我读了 金刚经 一切有法 伦王派 然后我就不起烦恼了 没有 没有那么厉害 他要不断不断的熟练 反复的思维 深层的思维 就是要专精思维 如理思维 硕硕思维 真的就是这样 那你久了之后 久了之后 你渐渐 你会发现到 你在思维中不起烦恼 而且你还能够发现 烦恼的整结 然后渐渐又在思维中 知道怎么解决烦恼 那你会发现 不但能够解决自己的烦恼 还能解决别人的烦恼 因为烦恼发生 有种种的烦恼 但是烦恼发生的过程 是一样的 解决烦恼的过程 也是一样的 所以缘起就讲这个东西 六路处说爱取有 它其实就是这个关键而已 它没有什么 也是这里六路处讲的 所以你慢慢从这个地方去看 你会发现到 佛法不再那么深奥 佛法不再那么深奥 深奥是你一直没有用心看 佛法不在这个书里面 它就在你的心里面 它就在你的生命里面 它就在你的生活里面 真的 你会慢慢就发现到这个事实 这个时候 佛法不再是远在天边 也不是供在佛桌上的 不是的 真的 它只是一个表象 那么它由这个像 让你知道这个法 所以跟诸佛菩萨 同一鼻孔出去 其实讲的就是这个东西 然后你在境界上 你就看见佛法 所以三合集大地 全若法亡神 也讲这个道理 一花一如来 一花一叶一如来 也是说了这个道理 那你慢慢体会 其实这个都要思维 都要思维 那你就是渐渐要这样想 动中修 近中修 自己一个人静下来 独一近处 专精思维 你就想 那么在境界里面 变幻的境界里面 你也想 养成习惯就好 真的 那么就算你有隔阴之谜 智慧不会谜 你不晓得你为什么 就是知道 你不知道你过去经历了什么 但是你就是会这样想 自然而然会这样想 自然而然 你就是这样看了 你就知道是这样子 真的 那这个都是平常要训练的 现在要开始训练 真的 我常常觉得三年是一起 三年你就会发现到自己有根本上的变化 有慈善的变化 最大的变化就是 本来你会很生气的 现在不太会生气 这个是第一个变化 然后如果你医的菩提心 你还会觉得替那个人感到可怜 然后你再进一步 你会想办法怎么帮助他 帮助不了他 你也不会急 不会急的 因为你知道这个是 他的善根 你跟他的善缘 还有你的善桥 哪一部分不足 你还要再去补足 那你也不慌 也不乱 也不会忧虑 也不会悔恨 真的 你就会渐渐渐渐在这个佛法上 你会有一种安定的力量 那这种力量就让你这样一直 你也不管学多久 也不管 反正你就是这样学 你很安定的就这样一直走 因为路你已经确定了 尽头在哪里你还不知道 但是你也很确定 这样走会走到尽头 那是一种安定的力量 学习佛法我们读了这么多 从五蕴读到来 现在要读六路处了 那常常我们要想这些东西 我们不是这样 我解释解释过了就好了 其实这样作用不大 但是你要从经里面看到 他要你做什么 他的关键处在哪里 你要怎么做 每一本经都可以拿在生命中运用 可以在生活中运用 每一本经都可以 只是它是浓缩的 浓缩的 那你要把它放开来看 而且要所有的法都要跟你的心相同 所有的法都要跟你的心相同 因为佛法就讲心而已 重点就讲心 身心但是以心为主导 那你心怎么转想 怎么转念 那心现在哪里 心怎么起作用 那么这个你其实你只要好好想一想 你开始会有安定的心 难道会有法喜的心 就渐渐会有这种心 那么就算你不能解决 你也不会忧虑 因为能解决不能解决 牵涉的因缘非常多 你的目的不是一定要解决它 而是你会知道 这个问题是马上可以解决的 还是它要时间 还是它只能控制不能解决 像病一样 有些病只能控制 你不能根除 所以你要认清楚这些东西 可以治的你会想办法 不管是自己的还是别人的 你只是不断在想办法 不断在又解决问题而已 那你不会在解决不了问题之后 又给自己制造问题 不会 因为我们有时候解决不了问题 那个解决不了的问题 就变成我们的问题 然后在问题上再加上问题 那这样不行 那你这样问题会有点多 你的心会被这些问题拉去 你的忧虑 然后你的不安 又会减少你解决问题的能力 因为有些力量 就好像你的钱只能买这个 结果你有一些钱 拖在那个地方 你就不够浅 你的心不够力 再来应付其他的问题 那这样就恶性循环 在你解决不了的问题上 增加新的问题 它拖住你了 那你不行 因为那个是你没有了解 你没有如实之 你没有观察 你在解决问题 不管解决自己的问题 还是别人的问题上 你陷入了一个新的问题 你不知之 所以你的觉察能力 被它拉去了 其实我们讲这个主要就是 因为我们学这个 不是为了炫耀我们 读过什么 杂阿罕 那个杂阿罕我都读过 那不是为了 不是为了 你在跟你讲佛法的时候 你讲的 你讲的别人 很崇拜地看着你 都不是这样 你最重要的都是 你在佛法的学习中 佛法带给你安定 那么因为你不在烦恼上作用 你就安定 六路处常对 不能动情心 心常住坚固 地观法生命 真的这个要把它 磕在脑海里面 那么你常常就拿出来用 那你怎么样才能够 六路处 常对不能动情心 你的心不是死的 是很清楚的 因为你地观法生命 这是法不断地生命 事情不断地变化 人不断地变化 人事物不断地变化 有好有不好 但是你看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但是心不为所动 一开始你当然没办法 但是渐渐不为所动 就算动也很快恢复平静 你要常常训练这样 好 那么我们先把这个讲完 再下课 这一段讲完了 所以 这里是很有名的一部经 那么他告诉他解脱会不会成熟 就是观察他 不是告诉他 那么没有办法 进一步得解脱 就是真上法 那么真上法有时候就是上进法 上进 就是能够成熟解脱的妙法 然后所以他就问罗霍罗 因为他学习的佛法上 罗霍罗也常常读一尽处 专精思维不放一处 他也常常如理思维 专精思维 受受思维 但是这个思维的深度不够 思维的深度不够 所以他跟你讲 你有没有人跟 你有没有 因为他常常在思维 无运无运 那你看看 你自己想的 跟你要讲出来 让别人知道的 那个深度不一样 今天你自己在底下想 今天比如说 你今天这个经文在底下讲 你也可以被 六路处常对 不忍动其心 你也可以专精思维 受受思维 但是今天我要你上来讲的时候 你那个深度够不够 就不一定了 你第一个你会先让自己 你的烦恼会先动 因为你害怕 那你起来要教人家 怎么调伏烦恼 可是你那个害怕的烦恼 你自己就不能调伏 可是你看不见 但是这个时候 你要跟别人讲 你讲得清不清楚 别人有疑问你的时候 你能不能能够 如此地回答 还是你只是上来背几句而已 这个就牵涉到 你的思考深不深刻了 一样 你自己在底下听 每一句都很清楚 等到你上来来讲的时候 你才知道 自己有哪一句是不清楚的 是不是 真的 所以你看 你以受人无受运畏 你有没有试着跟别人讲 因为你听的时候 每一句都清清楚楚 好像已经磕在脑子里面 等到你又为别人讲的时候 你才发现 你有一些话讲不清楚 有一些理论弄不明白 好 所以他就跟他讲 你有没有去跟人家讲受 无运 无我的道理 罗赫罗就说 没有 从来没有 他的佛法都是自己听 自己想 可是自己想 你以为有 实际上没有 你以为坚固 实际上不坚固 你以为清楚 实际上不清楚 真的 有时候会这样 你思考的深度 跟那个力度 够不够 其实有时候 你为别人讲 你才知道 真的 所以 世尊说 好 因为他发现 他解脱会不成熟 为什么 他智慧的力度 跟深度不够 并不是他不用功 不是他家省 他也很用功 独一进出 专心思维 不放一注 如理思维 专心思维 说说思维 他以为够了 有些人这样就够 但是有些人不够 因为他的解脱善根不成熟 他虽然家闲 但是不够 他要在另外一个角度 你说无我 他也想 无用无我 他也想 后面六处无我 他也想 缘起无我 他也想 各个角度的无尾 他都关一遍 可是为什么还不能解脱 力度不够 深度不够 所以佛陀怎么教他的 你去为别人说 因为你会发现到 你听 你听 跟你听完了 要为别人说 这是两种不同的层次 那个深度跟力度 是不同的层次 所以因为不同的层次 所以那个智慧 也会有不同的层次 先讲到这里 因为时间到了 再想下去 就肚子饿了 好 我们下课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